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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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鏡頭 鏡頭 哈囉 今天我們要來新港茶餐廳吃飯 對啊 我們又來新港茶餐廳吃飯了 因為上一次我們拍的黑黑的 我覺得拍起來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順便告訴大家說有什麼東西好吃的 昨天我們先上了一個奶茶來了 還有一個卷卷 好 先來上菜了 鮮蝦腸粉 跟一杯是鴛鴦奶茶 一杯是絲襪奶茶 我們這次特意點了兩杯不一樣的 看來說哪一杯比較好喝 應該是絲襪奶茶比較好喝 我在想 欸 為什麼要把整個皮撈起來了 分離了 隔離 喔 蝦子好大 好大隻的蝦子 皮就下去了 你蝦子都沒有咬就直接這樣子咬下去 好吃 好吃 蝦子超級大對不對 把你嘴巴整個塞滿 翻了滿滿的沒有空氣 對啊 蝦子真的很大隻 哇 一整個湯匙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單價比外面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他們蝦子大一點點應該 那這份單價160 我記得外面的長粉好像130左右 這裡你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上面衛生紙上有圈圈叉叉可以玩喔 對啊 就給你們小朋友無聊的話在上面玩 對 還有一大堆 然後就讓你一直圈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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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很好喝 它的不好喝 我的不好喝嗎 很苦 咖啡嗎 我的咖啡味比較重是不是 那我們來喝喝看 看市人蝦還是我們喝的最習慣點 他們這個腸粉裡面的那個蝦仁 真的是蝦仁 雖然它看起來很大隻 蝦仁就是已經剝好 我現在感覺已經有浸泡過一種東西 所以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真正的蝦子就是那種現剝的 吃起來就是很鮮甜的那種感覺 但它這種不是屬於現剝的那種蝦子 屬於蝦仁 但它真的是很大隻 外面一般來講不會看到那麼大隻的蝦子 好 那我們就來等下一道來吧 爆漿綠泥球 欸蠻大顆的耶 我覺得大概比福州丸再大一點 福州丸我的手差不多 剛好一人一顆 我們三個人剛好一人一個師範 沒有爆漿炸招牌 好不好 好 那不會啦 欸 有沒有 有沒有爆漿 有爆漿的爆漿的 裡面是什麼啊 會不會很燙 這是什麼啊 是不是很燙 芋泥啊 還是起司 芋泥 芋泥 啊 芋頭 芋頭 芋頭啊 吃一下芋泥這樣有點濃郁濃郁的 有點像馬仕牌的裡面的醬 有點綿綿綿綿 完全不鹹 那等一下換我來吃吃看 有啦 你們都沒有仔細看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芋泥 旁邊這個顏色就是芋泥 旁邊這邊白白是麻糬 它有加一點的麻糬在裡面 所以說你們沒有發現到而已 蠻好吃的耶 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以點融 哇 不會膩 嗯 不會太甜 然後又有那種 特別的口感 這個又是芋泥 所以不是氣質 是麻糬在開始 芋泥在這邊 麻糬在這邊 真正燙氣也是麻糬 然後這邊是芋泥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耶 蠻特別的 吃起來吃相不好看就是 可以一點 辣味炒飯 欸怎麼感覺跟照片上面 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 果然照片是照片是吧 好 來吃吃看吧 好 要看你本人 你如果是有點照顏 豆芽菜的那個香氣餐 豆芽菜 那沒有豆芽菜啊 那哪有豆芽菜 所以我沒很喜歡 要看日本人 那他跟爺爺的炒飯誰的好吃 爺爺的 爺爺的好吃 加爺爺紅包包大包一點 巴結一下 看紅包會不會變大包一點 但是這麼大包 跟衛生紙一樣 跟衛生紙一樣厚嗎 我懂啊 我懂啊 我只有你不喜歡吃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不喜歡吃辣腸的味道 他辣腸味道非常強烈 我覺得沒有吃到辣腸 我只有吃到飯 我也可以吃到辣腸 爸爸給你吃 我覺得 好像 沒有其他有特別一點的特色 這個的話我就覺得是 沒有特別推薦的 麻辣蒸燒賣 第一次點麻辣的燒賣 不知道好不好吃 麻辣蒸燒賣 他真的麻辣 為什麼咧 我把它放在盤子上面 盤子上面都還有辣油 我只是把它放上去而已 它就是辣 辣油就沾在上面了 我在想這應該很猛 嗯 因為 有辣度 但不會到受不了的地步 他感覺那個辣是 辣油的辣 不是辣椒的辣 是辣油的辣 吃起來感覺 那餡料有 加辣油拌過那種感覺 多了一個 辣油的香氣在裡面 是還蠻特別的 也不破吃 但是 還 並沒有特別到說 很值得他去點 就是不會讓人家 覺得很印象深刻 一般好吃的燒賣裡面 然後再加 沾上辣油 然後這樣吃 會讓我感覺 送頭戲來囉 你們有鴨子嗎 有 燒辣三兵 還有 我們這次選了 雞肉 叉燒跟燒鴨 看起來很讚耶 不過這一盤 如果單點的話不便宜 你單點的話 我記得這一盤要 四百六 五百 這盤要四百六什麼 四百六跟五百 是怎麼差 好啦 我可能不會吃 你要吃嗎 我可能不會吃 不吃了做事 不吃了就我來吃囉 有一塊給我吃就好 我要吃鴨 我要吃鴨 我要它的皮 像蜂蜜這樣子 這骨頭怎麼吃啊 你會吃 你會吃這種的嗎 有骨頭的啊 我看它吃得很好笑 啊 爸爸掉了 啊 鴨掉了 爸爸沒有掉 爸爸坐在這裡 有不夠 壞人 那叉燒呢 像鴨掉 哇 一口下去啊 這麼厲害 誒 根本咬不動 牙齒最近要掉的季節 我來沾這個 醬汁吃吃吃看 那這醬汁是什麼醬汁啊 我不會形容耶 它很特別的香氣 吃不出來它是什麼醬汁 那甜甜的 如果有人來吃過的 麻煩你再留言區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醬汁 我特別 蠻好吃的啊 要沾的才 沾的會更好吃 那他們這次給我們 那個鴨肉的位置比較瘦 都沒有什麼肉 這樣看 整個都骨頭 剛好是在 胸的那個位置 而且它本身 鴨肉的調味我最愛不錯 有點鹹啊 不過燒辣嘛 就這樣 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只是它的那個肉都太瘦了 如果是這樣子 剛好給我們那種 都沒有肉的地方 比較可惜一點 那我們來吃吃看燒辣 很乾 嗯 對啊 乾 說OK 難怪沒有人 特別吃燒辣 它不多汁 所以我們來吃一下雞腿 雞腿看起來是裡面看起來最好吃 好了 那我們開動啦 他們的雞腿肉本身 我覺得他們雞腿本身好像沒有 燒烤過的入味的那種感覺 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本身它的味道都是靠著它上面這個醬汁 醬汁本身沾的那個味道 所以說吃起來好像感覺不太有燒辣的那種色色的感覺 身體如果說起來的話 我覺得 因爲到菜四百六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把它留下來點 他們的那些 小點 我覺得他們身體來說的話 他們小點的那個 發揮的水準 比他們的菜的發揮水準 所以說應該是要 多點他們那些點心類的那些部分來吃 會比較好要吃 因爲 這道菜大概可以點三個點心 因爲點三個點心 會比點這道菜之前還要開心 所以這次 這道菜點失敗 所以可能比較這樣 比較像 大概是比較重的耶 金沙花枝 這個 好吃耶 欸這個好吃耶 確定不吃 你會後悔喔 有對不對 很鹹 很鹹蛋的味道 很鹹蛋的味道 你要不要整個吃下去 你怎麼會咬到斑白眼 然後恐怖 你咬到斑白眼了 可以整個吃下去了 好像呢 很鹹蛋的 很鹹的味道 很鹹嗎 真的很鹹嗎 有點鹹 好我先拿一塊小塊一點的吃 不會啊沒有很燙 今天吃到裡面最好吃的 不過它很香耶 它不會很鹹啊 它就是 那個 鹹蛋黃的香氣而已啊 沒有你講的鹹啦 我一點不覺得鹹 還不錯 但是一份醬太多了 我覺得 這一份應該四個人吃 如果說 兩個人吃這一份 我就會吃到很膩 如果說 你們能來多一點的話 點這道菜我還蠻會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全部都吃過了是吧 甚至於我們都還沒有吃完 還有些炒飯跟一些叉燒 我們都沒有把它吃掉 我覺得他們的點心類的部分表現得還不錯 但是他們的主菜的部分的話沒有什麼特別的 而且單價是時尚偏高 所以說我覺得來這邊吃的話 吃點心類比吃這些主菜來的划算 那如果說要來這邊吃東西的話我會 先去看公巴子有沒有限時的餐券可以買 那我們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要記得喔 掰掰